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球奥斯卡的射门其实是造成了对方的门将石啸天的扑球脱手 但是中路 黄鹏自己带球 向前推进 这时候已经是过了中线 排头观察队友的位置 前面三键齐发已经到了进区里 弹龙打门 球打到了球门立柱上 打透对方的一条防线躲过杨思源 然后只要贺冠和李扬有一个人去顶住这个人之后 弹龙就会把他俩身后去跑 然后制造一对一的机会 这个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你就能制造一次有威胁的攻门 那肯定是不敢上去的 没错 外围直接尝试了一条远射 密集防守打不透的时候 远射也是一种手段 因为宝丽领要来了之后 更集中于总络的腰球区域 所以他也是一个叫什么进攻模式 一个思维的一个改变 这才是尚卡习惯的那种进攻模式 内切面对对方多名防守球员 奥斯卡还是在自己的脚下控球 和冠这边也上来了 传中球再往远端送 投球后门有了 比赛进行到第54分钟 提捕上场的吕文军 投球攻门一锤定音 没错 再看奥斯卡拉边之后呢 然后呢 他在边路拿球 吸引对方更多的防守 再通过中路快速的转移 把球转移到了防守相对薄弱的另一侧 贺冠作为右中位上来 他来完成传中 然后在左边 有左边封位置上的 得先提前做好方案了 如果说零比一落后的时候 黄鹏被换下了 然后呢 李光文被换下了 换上29号 换下29号 黄鹏直接的长传球 传中球再往中路的这个区域 群送这边有机会 埃里克大棒 埃里克最后是用左脚外脚背来完成射门的 倒是势大力尘 力量十足 但是方向不对 左脚外脚背的一个弹射 这个球呢 严霆凌出来 其实已经选择封住了球门的进角了 是 留给他的射门角度实在是不大 这是阶段性 已经成功了 已经成功了也换了 现在把长长绳换上来 拍两个牵手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 很意外如妙而把球给 碰进了球门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横传球给过来 然后突破 到了底线附近 横传给到门前 海港队整个后防线 刚才那一瞬间 又出现了一个松懈 结果就让卢尼奥尔抓住机会 在远端完全无人防守 奥斯卡 中间给奥斯卡的这个传球不好 现在卢尼奥尔 卢尼奥尔打反击 长途背袭 已经是过了中圈 卢尼奥尔直接到了进区 起脚打猛 加泰队这边又有反击的机会 看看长川球的准确度 杨超胜把球领到自己的身前 这个球给过来 卢尼奥尔打猛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86分钟 长水亚太的反击机会 杨超胜助攻卢尼奥尔破门得分 一箭封喉 球很轻易在中场丢球 那就会制造反击机会 比赛最后时刻 海港队是全面出击 希望能够把到手的三分 再给抢回来 结果反而是后防线上 频频出现漏洞 都说不能两次半倒 在一块石头上 不能两次掉在一个河里 但是似乎海港队的后防线 在比赛的最后的这点时间里 总是犯一样的错误 中方在亚太队的禁区前 这个寸土必争 奥斯卡太累了 这个时候他的工作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 他想要的这种传球的位置 是